你 孟将军 孟将军 你大人 小月不会说准去的 小月不会的 小月不会说 你呀 孟将军 又是孟你 你这个混蛋 孟将军 欺负小月 孟将军 少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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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蒙家军的将士们 你们一定认得这把剑 他的主 就是我的大哥 也是你们战无不胜的蒙将军 可是今天 他没有办法站在这里 或许他永远也不能站在这里了 可是我向你们保证 向每一个活着的蒙家军将士保证 向每一个适去的蒙家军诸魂宣誓 只要有我蒙亦在 只要有我蒙亦在 这把剑 依然会所向披靡 蒙家军 依然会是忠肝义胆 由武传魂的长盛之师 蒙将军没有走 蒙将军 就在我们面前 蒙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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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起 你已经成为蒙家军的组织 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从今天起 你要为三十万的将士 两千万的百姓 都以今成为奥家军 都以为三十万的将军 从今天起 所有的二人前上 都以今成为奥家军 事物的奥家军 终甘义胆 终甘义胆 有武传魂 终甘义胆 终甘义胆 有武传魂 终甘义胆 由武传魂 忠肝义胆 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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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传魂 忠肝义胆 永远传魂 起床了 起床了 竟然敢不理我 正好试试我的点穴神功 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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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一大早的 搞什么鬼啊 你也知道是一大早啊 赶快起来去跟我锻炼 快 一晚上没睡好 你让我睡一会儿好吗 不是说过了吗 不让你熬夜 不让你熬夜 你这样熬下去 会把自己熬垮的 我能不熬夜吗 你看 我已经看了一夜了 一点线索都没有 能不熬夜吗 那你熬夜都研究了什么呀 你研究中医干什么呀 作茧门人为火焕 那篇所指的茧人心经啊 讲的就是经络 为了找线索啊 我只能研究研究经络喽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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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悬疏 命门到夭阳关一线 都很疼啊 不是你干脆说你腰疼不就得了吗 干吗非得找那么多专业术语来啊 这两天啊 我一直研究经络 满脑子都是这些词儿 习惯了 我告诉你啊 你就是因为啊 整天坐在那边研究经络 而没有真正疏通你的经络 所以才会腰疼呢 今天你听我的 放半天假 我带你去 去打通你的经络 你要干什么呀 去了就知道了 走 我不行了不行了 你放过我吧 坚持就是胜利 坚持住 你瞧你啊 刚走两步就受不了了 这就是你整天 坐着搞研究的恶果 本小姐今天 就帮你打通任督二脉 好 都是些无聊的东西 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二十年了 你从来没有忘记我的生日 好事做到底 请你帮我把它戴上 今天是你的生日 下不为例 好事做到底 好了 好了 很好 看来我犯了个错误 如果我冒犯了你 就请骂我 恨我 给我一个耳光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就好像我不存在一样 我从来没有对你 隐瞒过我的目的 从小我就告诉你 我把你养大是为了 让你为我工作 无条件 无问题 无感情的工作 你一直做得很好 但是这两次 你却犯了错误 以后我不想 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是 在你面前 我最近是犯了两次错误 可是你知道吗 在我心里 已经悄悄犯了多少年的错误 为你工作 我可以做到没有条件 没有问题 可是我做不到没有感情啊 我也是个女人 我也需要爱 你变了 你失去了冷静 不是我变了 是我没有办法再隐藏下去了 在这一点上 我要感谢高兰 要不是她的出现 我还不知道要把这件事情 藏在心里多久 我告诉你 我恨她 嫉妒她 我在你身边二十年了 她才刚刚出现 凭什么就在你的心里 她算是个什么风险 对不起 我也失去了冷静 但请你不要和她作对 她和你 对我都很重要 你会为了我 给她一巴掌吗 不 你不会 因为她在你的心里 和她相比 我就是这样一根项链 虽然可以日夜挂在身上 却从来不会在你的心里 虽然昂贵 却是有标价的货物 可以被你随意地折断 好 我觉得呢 以后你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 所以以后你要经常跟我出来锻炼 我每天有那么多工作 哪有那么多时间啊 而且 而且我的工作 是需要思考的 跑步的时候也可以思考啊 我觉得跑步的时候啊 特别有灵感 你不觉得跑步的时候都很放松吗 你看我这个样子 现在很放松吗 你习惯就好了 现在我们的治疗啊 进入高级阶段 我给你拍下来 我给你拍下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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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uurlijk 来来来来 看这边 看这边 嗯 听好了 我说啊 你呀 以后啊 机灵点 那个紧急按钮一按就停的 笨哪 刚才速度那么快 我怎么能按住啊 你还笑啊 你不是 你不能怪我 你这样子实在太好笑了 来 我帮你拍一张 又拍 你自己看哪 难看死了 我倒觉得挺帅的 有点后现代主义的风格 长那么帅的博士 不得见 那个女孩好像挺眼熟的 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她就是啊 赞助我研究的那个罗拉小姐 我想起来了 她不就是在那个文物展上 和你眉来眼去的那个美女吗 你这是干什么 我想让你替我挡着一点 千万别让她看见 你是不是怕在你的心上人面前 丢脸哪 什么心上人啊 我跟她一共也没见过几次 你胡说什么呢 再说了我跟她到目前为止 我跟她只有官方接触 到目前为止 那将来呢 小姐 过来这边 你干什么 我要让她早点看清你的真面目 省得她上当 你 是你啊 易博士 这么巧啊 你好 你 你脸上怎么了 意外意外 小姐 你见过这么帅的博士吗 这位是 她是我的 你好 我叫高兰 我是义大川同学的健身教练 兼护草使者 那真是幸会了 好啊 居然对我下黑手 我也不是好惹的 果然有点实 是 高小姐真不愧是合格的健身教练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想请你指教指教 既然罗小姐有如此雅性 我当然要奉陪了 请 请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有一种行为叫做PK 好 高小姐严重了 不过是切磋一下 你们才刚见面 别这么激动好吗 喂 接着 你呢 多帮我拍几张我得分的好照片 我的博客要用 易博士 麻烦你也替我拍一些精彩的视频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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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点灯为止 点灯为止 有点灯为止 看看你们俩的手机都没事吧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惦记着手机 你也真是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也不知道躲开 谁知道你们俩玩真的呀 这一回好 上次藤的牙呀 本来要拔的 可是时候没到补了补 现在好了 你帮我拔下来了 易博士 要不要我陪你去看一下牙医啊 不必了 我会买一颗金牙赔给他的 身上宝去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这个 你看 我今天我这个 哪里哪里 那我就先走了 再见 再见啊 再见 1 2 3 4 2 2 3 4 1 2 3 4 2 2 3 4 我们再来一遍 1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4 1 2 3 4 2 2 3 4 1 2 3 4 4 2 3 4 2 2 3 3 4 2 3 3 4 4 将军 自从你设计了这些新的训练项目之后 兄弟们训练的热情高涨了许多啊 是啊 看着这热火朝天的场面 让我想到了北京奥运会 奥运会 要是你在就好了 那可是咱们中国人百年一遇的盛会 你还能够看见我的偶像 上海的骄傲 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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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那刘翔可跑得比马还快呢 比马还快 德乡 将军 德乡给你送来了九十 你来得正是时候 老婆 一块吃吧 给我 这边 这边 始终 老婆 给 全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拿来 哪有火 拿来来 来来来 雄长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 这是 猪虽泡 猪虽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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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那边 德香 我能不能跟你借用东西啊 将军您只管说 德香是将军的女仆 请不要说什么戒字 你老这么说 我是想 借你身上的杀精用一下 这 这是匈奴女子的服饰 将军要来何用 山人嘛 自有妙用 可是 这 德香如果解开它 德香的妖妇便会漏出来 对不起啊 我没想这么多 蒙医失礼了 将军 你身份尊贵 怎么能对一个奴隶道歉 更何况 还是个匈奴女子 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你是个奴隶 一切都是主人的 别说要你的杀精 就是要你的性命 你不能说个不字 接下来 德香 你等等 老庞 把你的衣服脱下来 将军 我的衣服 这是命令 对啊 他的衣服脱下来 十二度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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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庞 出手 好 怎么能让一个奴隶穿上 更何况是个匈奴女子 我不管她是不是奴隶 这里是军营 我说的话就是命令 你要违抗命令吗 末将之错 田伍长 将军 你帮我做件事 去找两根细长的竹竿 然后呢 再挑十个身手敏捷的兄弟 那要会武功吗 武功越高越好 那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办 将军 咱们蒙家军的军服穿在女子身上 怎么这么好看呢 怎么了 穿这些衣服了 这女的怎么穿了军服啊 黄将军 黄将军 你这军服呢 是穿到了德乡姑娘的身上了 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衣服穿在她身上 怎么就没那么好看 怎么穿在德乡姑娘身上 就那么好看哪 你胡说什么 田伍长 将军 我吩咐你做的事做了吗 我现在去做 等等 你把这沙巾 把他两根竹竿上 然后拉成一张网 就拉在那边场地的中央 知道了 将军 你们过来过来 来来来 来来 快快快 你们追起来啊 好 好嘞 好 来 好 我现在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游戏 规则很简单 第一 这个球不能落地 落地算输一分 第二 美方最多只能击球三次 三次以内必须把球击过网 不过网也输一分 谁先输了二十一分就换人 听明白了吗 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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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敌罗汉 好 好 将军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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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加油 好 好 太好 还是将军赢 来 走 归则 归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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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长城的修造即将完工 孟天将军的遗愿也要完成了 这真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是啊 盟将军 庞将军 大乡 有事吗 我是来把军符还给庞将军的 老庞 你这是干什么 启禀将军 这军符已经被一个异族的女奴隶穿过了 末将是不会再碰的 如果再穿上这身军符 那就是对末将极大的侮辱 德乡 你先别走 庞将军 我要你向德乡道歉 将军 我已经变了一天的火气了 将军 你还记得这面旗帜吗 末将军 末将军 末将军多少先被浴血奋战 才让末将军有了现在的身亡 末将军的军服 怎么能穿在一个奴隶的身上 这分明是对蒙家军军服的亵渡 将军今天就算要下令处死我 我也不会向一个奴隶道歉的 庞将军的意思是 奴隶不配穿军服是吗 末将正是此意 那么庞将军跟蒙义 应该第一个脱下这身军服 马上离开蒙家军 这是为何 你忘了我们之前都做过奴隶吗 照你今天的说法 我们现在正在亵渎这身军服 老庞 我要你记住 人生来都是平等的 我们不能因为一场战争的胜负 就让人有贵贱之分 今天 大秦这样对待匈奴人 明天匈奴人 也有可能这样对待大秦的子民 如此战争就会连绵不断 永无止境 今天你能够穿上这身军服 代表你有保驾卫国的资格 但绝不能用来作为 侮辱别人的资本 侮辱只会带来更多的仇恨 你自己做过奴隶 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修筑长城 他只能挡住兵马 但永远都挡不了仇恨 你明白吗 多谢将军点拨 末将告退 老庞他就是这样的 最上不说 其实心里都明白了 他是在跟你道歉哪 得香明白庞将军的意思 将军 您的以西花也让得香受益 正如将军所说 我 我在匈奴的家中 也有大秦的子民在做奴隶 此时得香体会到了 他们心中的滋味 将军 德香也告退了 德香也告退了 将军有事找我吗 我就直言不讳了 你的那些功夫 是哪里来的 德乡是经过特殊挑选的 然后经过特殊训练 出来的女刺客 进入咸阳 奔向借机刺杀 不料刺杀失败被捕 奔向一心求私 但为报答将军的大恩 德乡决定活下来 将军 德乡跟随你这么多天 遭遇被将军的品格所折服 振心归顺 愿意伴随在将军左右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都经过一些 什么样的特殊训练吗 飞檐走壁 千行折服 暗器投毒 夜行突净 这么听起来 那不就是特种部队吗 不如我也组建一支特种部队 出奇制胜 怎么有股香味啊 原来是这块部队 难道是德乡亲手缝的 我说你走开 让我进去 我说田舞长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庞将军 你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们 先敲门再进来 今天怎么改规矩了 好了 这有何事 蒙将军说 让我们挑选百名武艺过人的兵士 明天一早到训练场训练 撤 撤 撤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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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强姑娘 不知姑娘到此何事 蒙将军让我来看看 是不是都准备好了 挑选是吧 也不知蒙将军挑选这些士兵 有什么用处 没什么事 他就是想知道 大家的武功有没有长进 我过来随便看看就好了 姑娘请 难道那块捕铃是德乡的腰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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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 禁告将军 挑选出来的士兵都已在此 望将军明示 各位 你们都是蒙家军中的精英 今天我将大家召集在这里 是为了成立一支特殊的战队 这支战队 就如同你们胸前的蒙虎 来去无踪 凶猛异常 我把它叫做 飞虎队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飞虎队的一员 你们将要接受的 是最为严格的训练 因为你们将要完成的 是常人无法完成的任务 切记 从现在开始 你们只接受我的指挥 不得透露自己的身份 更不能透露飞虎队的存在 明白了吗 是 将军 从这方面的身份 你会给你 要是 你很容易 你会给你 不得了 我 你会给你 好 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 小语 娘娘 是复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